看了观众主选车评估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的车 就是身后的这台 2021款的奥德赛锐混动 说句实话 在30岁之前 我绝对绝对不过想到 自己会买一台MPV的车型 要么就是看旅行车 要么就是看硬派的越野车 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也必须要考虑一下 这种家庭的实用性 所以选择了这款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 我今天决定跟大家吹爆这款车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下饭充值的视频 直接滑走就OK了 但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是一个新进的奶爸 需要选择这么一款实用的MPV 今天我的分享 应该会对你购车有一定的参考 相信很多人在买这款车之前 肯定也会经过一个对比 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应该就是G18 在价格相同的区间范围内 为什么我没买G18呢 因为我觉得G18它的范儿有点太商务了 就不像是一个家用的 去为了接老婆孩子这么一个车 所以其实抛开它的价格物谈 我更喜欢这个车的居家的感觉 而且还有你看它的很多设计 特别的让你觉得有温度 比如说就是钓鱼模式的第三排座椅 那它可以这样放 然后你可以坐在这里 当然很多人肯定会说 它的第三排如果放起来之后 后排没有G18打 这个是确实的 它第三排确实在放起来之后 没有G18打 但是呢 我又并不经常用到它的第三排 平时我在使用状态的情况下呢 它的第三排都是收起来的 这个就是我最常用的 这个车的后排的一个储物空间了 所以当你把第三排收起来之后呢 我的这个这么大的婴儿车 是直接可以不需要折叠 就放到车里 当然也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后备箱呢 你看我买的四顶配 也没有电动的后备门 所以关这个门的力度 是需要你很大劲去关的 对于女性来说呢 可能会费点劲 所以后期呢 我可能会自己改装一个电动尾门 还是简单说一下它的外观啊 因为这辆车在路上能见到的 几率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呢 我也不再过多的去介绍它的细节了 2021款相比较之前呢 它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用了日规版的这个叫 Absolute的一个运动化的外观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中网 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透镜 再加上一个17寸的一个拼色的轮毂 和优客号码的一个轮胎 然后另外呢 就是针对配置 我买的这个呢 是一个四顶配 也就是2.0的一个瑞尊响版这个配置 只要价29.48万这么一个配置 那它呢相比较低配 多了一个后排的隐私玻璃 然后还有一个分段式的这个天窗 其他的不同呢都在于内部 所以呢 现在我到内部去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配置 其实主要决定让我买这款次顶配的配置呢 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主动安全配置 还有它的气囊个数 那它比较低配呢 会多了一个头部的这个气帘 然后呢 还有主动刹车这个功能 还有全速段的一个自行性巡航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相比较顶配 其实它主要是差了一个360度的全景影像 在我使用过程中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360度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现在这个普通的倒车影像就已经够用了 另外说一下前排 我比较喜欢的一些点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视野真的是非常好 坐在这里的时候感觉特别开阔 那过去我开惯了轿车和SUV 它这个视野肯定是比那些车都要好的 另外它的比如说A柱这里的一个三角窗 然后再加上整体它车窗很低 开着这辆车你就会有一种心情很愉悦的一个感觉 还有它的这个横向的空间感也很强 那前排我觉得特别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座椅真的是太舒服了 相比较我开的很多很多的车 那人都说是日产大沙发 但是其实这款本田的奥德赛呢 这个座椅也是一种沙发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的扶手这里呢 搭上去也很舒服 前排比较实用的设计啊 一个是它这里除了有两个这个水杯架 我在这里呢 自己放了一个这个除甲醛的空气净化器 然后这个架子呢 是可以进行前后移动的 这儿可以放回去 然后也可以拿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日常我使用的状态 所以你会感觉有一些凌乱 此外呢 前边有两个USB的接口 可以按这个EV纯电模式 然后旁边有一个点烟器 我在这里呢 接的一个是这个小的这个除甲醛的净化器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是我爱用的一个小米的无线充电器 把手机放在这里进行导航就可以了 因为次顶配呢 它是不带有这个车机的在线导航 顶配有 但是呢 确实价格差了很多啊 我觉得不值 而且现在本田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车机系统 那我觉得那个车机系统真的是挺不错的 包括在线音乐呀 包括在线导航都有 但我不知道后期能不能进行一个升级 那个还是感觉挺好的 这可能是我觉得它目前车机系统的一个遗憾 然后还有两个小点啊 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呢 4S店送了一个原厂的行车记录仪 然后直接会给你装好 不用你自己走线 然后前边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小设计啊 就是在这里 它是一个眼镜盒 但是呢 除了你可以放眼镜之外呢 它下边这里呢 还有一个反光的一个板 那这个反光板呢 可以这样打开 你去看到后排 它是一个曲面吗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广角的作用 你可以直接看到你后排的宝宝 我觉得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相信一个实用的场景啊 就是第二排 用来放这个婴儿座椅 然后呢 你在第二排 或者你的家人在第二排陪着宝宝 然后我在这儿呢 没有固定它 就给大家做个空间的一个演示 我先把座椅拿开啊 其实啊 在买这辆车的时候呢 宝宝还没有出生 但是为什么当时那么着急就买了这辆车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这辆车 它的第二排坐起来 要比我的那个轿车 明显要舒服很多 我之前的那个是一个CLS列装板啊 上下车经常容易磕到头 何况是一个孕妇 坐那个车的时候呢 那个车比较低 所以它会很窝的慌 但是坐这辆车 它就会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孕妇嘛 坐在这里需要稍微靠着一点 然后上下车也是特别方便的 因为它的地板很低 所以当时坐我那辆车下车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从那边去拉它 或者从车里去推它 但是呢 上这辆车 直接搜一下就上来了 特别的方便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后排确实是考虑的很周到 包括这里你可以独立的去控制后排的空调 然后虽然它的天窗不能够完全打开 但是呢 它可以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好的一个采光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座椅 真的是可以进行一个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前后的调节 所以空间是完全不要担心的 这里呢 还有一个腿托 当你打开这个腿托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缓解这个腿部和脚的这种压力 所以整体这个后排啊 我认为是完全满足了我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需要 对于这辆车的驾驶感受啊 我想着重的多说一说 因为本来在买这辆车之前呢 我本以为它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日常开着没有任何乐趣的车 但是反倒是开完之后呢 这辆车给了我很多关于驾驶方面的惊喜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动力啊 是一个第三代的本田iMMD的一个混动系统 由于它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上电机来作为组合 综合的输出功率可以到215匹马力 对于这样一辆车来说 其实足够用的 它的加速也不慢啊 能够实测进入到10秒 其实对于个MPV来说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那更大的特点呢 是在于这套混合动力系统 它很省油 真的很省油 这辆车的工信部百公里综合油耗是5.8升 那你猜我实际开到的油耗是多少 我现在刚过了首保 我实际开到的油耗就是5.8升 其他的车型我很难开到 就是说跟工信部的油耗是一样的 但是这辆车呢 我日常驾驶的时候都是开着空调 也没有刻意去省 然后城区呢 也有堵车 也有比较通畅的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3500多公里的一个综合的使用 所以这个油耗对我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同时我在看一些论坛啊 看一些车友群的时候发现 有人开到过4点多升 开到过3点多升都有 所以这个油耗真的是 这个车的一大卖点啊 然后另外就是 它的这套混动呢 其实整体表现是非常平顺的 它是有一个ECVT的一个变速箱 作为一个传动 并且呢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仪表上 看到它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电机直接去驱动车轮 然后呢 或者是发动机启动之后 给这个发电机充电 还是说发动机和这个电机进行同时驱动车轮 都可以通过这个仪表进行清晰的显示 但说实话 这个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的声音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就是说 这辆车的整体的发动机的噪音 还有它行驶的时候风噪 可能是这辆车的一个不足之处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电池呢 虽然不大 但是它是电池布置在这个驾驶员的座椅下方的 所以这辆车是没有备胎的 此外呢 就是它的转向啊 会比一般的这个非混动的奥德赛 之前我开的时候呢 感觉它的转向更沉一些 但是如果你开习惯了 整体的它转向的指向性 还有它的力度其实是很舒服的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整体底盘的调调 它的底盘呢 会刻意营造的比较软 过滤路面颠簸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舒服 包括这个轮胎啊 17寸的轮胎 比较厚胎并也有一定的功劳 当你去过一些比较大的弯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悬架到后半段 它的支撑也是很好的 这个是一个惊喜 就是你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呢 本来是一个很佛系的状态 但是当你去试探一下这个车的极限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还能给你一定的驾驶乐趣 这个就会让你感觉到 同样你开混动的奥德赛和隔壁的老王 开它的G18去送孩子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过弯的极限和过弯的速度 会比它更快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这辆车 它的动力的输出啊 它相比较很多的新能源车呢 它没有那种很突兀的加速感 也没有那种纯电车型 在收电门的时候那种拖拽感 所以这个车的整体平顺性是特别强的 不然你感觉开这个车很舒服 但是呢 它的缺点当然也很明显 包括它从这个纯电低速纯电 切换到发动机去给发电机 供电和高速的时候呢 它发动机接管的时候 启动的声音那个很明显 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 发动机启动 它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加上呢 它的整体的这种风噪控制 其实不是很好 尤其是到车速过了80公里 外面有风的时候呢 你会明显感觉到它的风噪 还有就是它的底盘的质感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高级感 这也是本田很多很多车型 共有的一个通病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如果大部分的时间是城市的代步 去作为一个接送孩子 一个奶爸用车的话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畴内 其实原来呢 如果是我自己去作为一个代步啊 不用接老婆孩子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去选择其他的车型 比如说一个小的 有驾驶乐趣的车型 或者是一个性能更强的车型 但是这辆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呢 我发现它有一种魔力 就是它的所有的设定啊 既不会像性能车那么贼 然后同时呢 它的转向啊 包括它的刹车啊 油门啊 也没有特别的模糊 就是让你感觉日常代步 开着这个车也很合适 那虽然是一MPV 但是它尺寸其实并不是很长 像比我那辆车 就那辆CLS列装呢 它还要短一点 停车也不是很费劲 包括它的车宽 其实也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夸张 所以这辆车真的是一个 很适合日常代步的车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奶爸用车 最后啊 我想再总结一下 这辆车的购买建议啊 其实这辆车的特点 和本田的很多很多车型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优缺点特别的明显 比如说优点 空间实用 省油 而且呢 它的很多设计很合理 并且还有一定的操控乐趣 这个你意想不到吧 其实包括我在买这个车之前呢 我也没想到 它能给我带来 很多日常驾驶时候的乐趣 那缺点当然也很明显了 比如说它的静音表现 比如说它的底盘 没有什么高级感 但是这些呢 也恰恰是我不是特别在意 所以在买这个车之前呢 我本以为我会牺牲掉很多的东西 包括这个一些日常的乐趣 但是买了它之后呢 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的去把这辆车 去分享给大家 去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这辆车该做首保的时候 本来我是没有时间去到4S店坐 然后呢 给4S店打电话 结果呢 他们是说可以进行免费接送车 这么一个服务 所以整体的保养的过程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管 然后这个车呢 赛在店免费过来取 驱走了之后保养完 又把车送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买车之前 没有想到的比较贴心的服务 如果你也是一个新进的奶爸 当然所有说的这些啊 都是限定在20到30万元 这个价位区间的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预算 比如说想选之后的冬天赛纳 或者甚至选这个Alfa 那这个你就当没看吧 但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是20到30万区间去选择车的话呢 这辆车其实我是感觉 从家用车的角度 是特别值得推荐